董卓进京收编西人军和进军 独死太后费力皇帝迁都长安 可以说从大局上董卓已经架空皇帝 彻底控制朝廷是绝对的强势 如果董卓能够继续听取 谋是李如的建议 说不定真能实现深灯九五的志向 即使不能进取 割去地方独霸一方的可能性也还是比较大的 看他起高楼 看他验宾客 看他楼塌了 董卓的一盘好奇 被王允翻盘 伸手异出 此后还受到极致侮辱的教训 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历史上像王允一样处于弱势 在强者眼皮子底下崛起的牛人太多了 比如刘邦 刘备 司马懿 朱元璋 朱棣 都是从弱者开始的 这其中是强弱势能转 幻所遵循的规律是一致的 而云云众生 大部分都是底层人民 更应该了解这辈后的天道实质 使自己过得更好才是硬道理 任何人都有脾气 越是在受刺激的特定坏境下 越容易爆发 失去理智 不过一切后果发泄情绪 这是人性使然 对普通大众更是如此 一旦你看到面临事情 面临巨大变故 还能弃定神闲的人 必然高手 一种反人性的修炼 生活炼达的促使 是需要磨练和教训 才能有如此修为的 而云云就是这方面的高手 司徒 三公之一 没有威望的人是做不到这一职位的 而威望是集体给的 所以得为集体做事 以维持威望和地位 云云身处高位 不管面对董卓的打压和拉拢都 会面临巨大压力 不管反抗还是顺从 都会损失自己的利益 董卓需要借王云立牌 王云的应奉扬为是一种折衷 即应付了董卓又面对了集体大众 背后的目标 是完成自己的志向替代董卓控制朝廷 所以 王云是一个有大志向的人 但在董卓面前是绝对的弱者 王云的核心翻盘秘诀是装怂 转移董卓注意力 折服下来一击必杀 如果没有杀掉董卓 就没有机会了 就像后来汉县帝的一代招事件 失败后被曹操赶尽杀绝 皇帝身边所有的人都换成是自己的 任何人见皇帝都需要向曹操打 报告 由于谋划失败 自从失去了仅有的一点反击力量后 汉县帝彻底的被架空 成了完完全全的绝对傀儡 人生再也没有半点光辉 当然 王云通过自身的努力 是成功的主要原因 但董卓的愚笨是其能够上位的重要推手 董卓骄纵放肆放松警惕 对局势过于乐观 并且为了一个女儿与身边的人闹翻 更重要的是对下属利益安抚不到位 最后被李英外合在英沟里翻了船 从王云的绝地反击 董卓的身死人灭的故事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发和教训 一 若这只有一次机会人生很长 表面上看会面临很多机会 其实这都不是你的机会 因为你没有准备 真正的机会只有一次 背后是力量不断积累后 而不是盲目一段的出手 否则这一次仅有的机会 很容易成为你巨大的危机 就拿创业来说 一旦孤 祝一致 盲目投资 做事业 耗光自己所有的本钱后 现会入万劫不复之地 二所谓的人生重大时刻 都是自然而然到来的大部分人 都在寻找人生如何规划 其实不是规划出来的 是一步步积累的 在不同的层次做不同的事 就像升级打怪 是从小怪打起 不断增加经验和武力之后 才有资格进入下一个层次的 每个层次都有每个层次的任务和荣耀 尽管需要一层层一步步往上爬 但是脑子里边要有最后的那个终极目标的样子 必须是清楚的 否则必然就是瞎撞之后的迷茫 三 领导需要胸怀做老大是不容易的 一个有胸怀的老大 需要密切关注下属的利益 领导权来自于分立 而不仅仅是个人私欲 万不可与下属争利 特别是身边的人 一旦因力道 治关系裂痕是难以抹平的 这是组织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条件 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